今天是12月13号周日A股明天就要开盘了 这是周五盘后的一个收盘情况 看到这个我觉得股民想哭了 真的想哭了 A股全球市场表现最差 包括我们隔壁的俄罗斯在打仗 它的指数在目前为止 今年已经涨了 大家看没有涨了12个点 而我们中国的股市几乎是全线绿盘 尤其是创业板跌幅更大 创业板跌了17.92 接近18个点 那为什么我们的A股会这么弱成全球的消化 怎么看 什么原因导致的那12月份 我们的A股会迎来一波反弹吗 怎么看 大家在想问题 我们就当下的盘面做一个分析 如果大家对当下的盘面 尤其是在12月份的走势 看不懂的 听完后心里就有底了 但是在讲技术之前 我要提醒大家 视频刚才讲的这些 就是一个免费的分享 物作为依据 首先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下个星期A股不悲观 下个星期A股加迎来反弹的动作 反弹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上方的60平均价线 所以我这么一讲 大家就可以知道下周该怎么样去参与了 其实说白就是可以抄理 可以不决了 但是最高还是要保持一个理性 为什么说最高要保持一个理性呢 这就是要回到我们的A股市场 分析一下A股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弱势的行情 有句话说得很清楚 就是股市是经济的轻余表 但是我觉得除了中国股市除外 也有可能说全球其他市场都是跟经济有关系的 但是我们中国市场是独一无二的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先来看一下美股的一个情况 大家仔细看美股尤其是纳斯达克指数 就是说他们的一个科技指数 大家你会发现 整个的一个盘面表现是非常的不错的 对不对 你看他这十几年来就是一路上行 虽然说中间有个调整 但是整体来说他趋势仍然是属于一个什么 一个进攻的状态 好了我们看一下美股其他的一些指数 包括道琼斯还有标准普尔等等 这些他们都是一路上行 一路进攻 可以说是走出了十几年的大流市 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这十几年来美股的经济好吗 大家可能会疑问美股经济其实是一般的 相比起全球经济增速 他怎么说算一般的 但是他的股市却走出了什么一个长流的状态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对不对 其实说真的美股啊 跟我们中国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 大家知道什么 就说白了就是人家什么 人家很少监管 我说很少监管 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就是说啊 这个市场你怎么走 那是什么 那是把它交给市场 你做空也好 你做多也好 你跌也好 你涨也好 完完全全是由市场决定的 也就是说没有我们股市里面的这个人为的干预 那为什么美股会出现这种情况来 说白了这个跟他们的一个什么 一个制度有很大的关系 还记得吧 我在前期有一期视频上跟他讲过 我说美股为什么会长达十几年流逝 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美股的制度 什么制度呢 就是一个惩罚制度 就比如说啊 好比说美股跟我们中国的差别 美股在RPU的话 在RPU就相当于什么 我们说的高考 对吧 高考上大学 好 那我告诉你 在美股RPU高考进大学是很容易的 你时时刻刻 时随便便 可以什么 可以去申请上市 而且这个上市的这个都是比较轻松的 比较有味的 也就是说啊 他想要上市长达进入大学是比较轻松的 但是有个前提是什么呢 那你进入大学之前啊 那么你提供的这些资料 是吧 你不能造假 不能造假啊 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啊 如果你要造假的话 那我告诉你 罚的你评价单判 正能让你牢底做 这是其一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 在美股上市后啊 就是你在美股啊 在交易所上市以后 你想要毕业 也就是说我 你想要什么 你想要减持啊 你想要套现 那是非常之难的 你要达到这种那种 各种各样的一个要求 如果你达不到这个要求好 那你再去什么 虚增利润 你再去造假的话 那面临的家是什么 也是老底做 是不是 至少是在傲斯年以上 那你想要奥斯年以上 甚至有些是罚到里面 的倾家当场 所以啊 在美股上市的那些公司啊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什么 从股市里面拿到钱 然后呢 想法设法的把公司做大 做大 做强 然后呢 是吧 达到分红的目的 达到减持的目标 那么他就可以高位套现 高位减持了 所以他只有一条路 就是把公司做好了 以后股民赚了钱 股价上涨了 公司有钱分了 大股东才会享受正面 才会享受他带来的一个收获 以后现在回到我们的A股 我们的A股 大家看一下他的指数 当然千点还在徘徊 十几年了还在徘徊 那么为什么会通通这种情况 就是这个提到我们刚才那集 我们的A股最大的原因 也是因为RPU 什么的意思呢 就是RPU的数量太多了 大家可以发现 前些天吧 发出了一个信息 就是孙教所 和赵教所发出的 今年前三季度 我们的A股互生两世 互生两世 RPU的数量 RPU的募集资金 在全球市场 是排第一和第二 那在如此弱势的行业下 我们的RPU还在全球 排名第一第二 可以说是傲数全球 那你想想 这个股市能好吗 还有就是股市是经济的情绪表 但是我们A股 好像这个走速跟十几年来 这个中国经济的增速 是没有没有什么 没有特别大的一个什么 一个关联的 那这里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情况 其实说回来就是说 我们的某些制度 是存在着缺陷的 好 那我们先回到RPU这个事情了 RPU也相当于我们中国的 也是相当于什么 进大学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的RPU非常难 非常难 就相当于高考 非常之艰难 比高考还难 那为什么呢 就是说本来就是什么 你一旦进入了 那你就可以什么 可以躺平了 但是问题 你想进入是很难 好 那在这里的话 有一些公司就会想方设法的 违规 倒假 甚至联合基金公司 联合财务公司 联合券商 是吧 做一些这样的事 一旦上市后 上市后进入了这个大学 那我们就可以享受胜利了 说白了就是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只要你能够RPU成功 你可以中这个股市里面 拿到很多的钱 这些钱都是没有成本的 那么过了几年 股票解禁以后 我又可以在这个市场里面套现 弄了一笔钱 可以说是什么 一百万利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RPU企业那么多 然后来想方设法 哪怕造假 他也要去上市 那为什么他们档子那么大 敢于这么做 说白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制度存在问题 我们的这个惩罚制度存在问题 如果我告诉你了 你在这里RPU可以 和美股和美国市场当下同步 RPU如果你造假的话 我也罚你倾家大产 我也给你做二十年以上的牢 你还敢轻易的去造假吗 你还敢轻易的去上市吗 对吧 肯定不敢 还有就是你上市要减持 那么你没达到要求的话 你美国减持的话 我你减持多少 我给你罚多少 甚至加倍的罚 如果特别严重的 我给你什么 给你判刑事 又给你什么 又给你牢里坐穿 你还敢来吗 说本来就是这个漏洞 还有这个制度 给这些人抓住了 这也就是十几年来 我们A股 为什么能是上不去的原因 涨时在这里徘徊 那么RPU是一 一年一年的整市这么多 为什么会充足这么多的一个情况 其实这里不是仅仅是 一个市场问题 可能涉及到很多 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 说本来就是一个什么 这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些利益的纠结 这个利益的纠结 所以我们A股想要改变 我们的高层 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 今年是发了很多很多利好 其实高层的想法是好的 高层的做法也是好的 但是下面很多的操作是不到位的 高层提到活跃资本市场提了几个月 但是你看一下我们的A股还是下跌 还是一度走低 对不对 现在我们对比一下全球股市 你会发现 人家美股 今年以来几乎是全线上涨 尤其是纳斯达克 你看涨多少 纳斯达克指数 在今年以来涨幅达到36个多点 对吧 这是全球表现最好的一个市场 再看下我们隔壁的 比如说我们隔壁最东京 对吧 日本的 人家涨了二十八个点 再看一下我们隔壁的印度 人家涨了十个点 关键是什么 人家印度开启了一个什么 大楼市 开启指数 对吧 你会发现印度的指数是非常非常的流的 也是一路走高 一路走高 甚至比美股还有流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说白了就是我们确实是是吧 有些方面存在问题的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对比一下啊 我们自己的一个A股 是吧 你看 几乎是群性是绿盘的 这里啊 有一个事啊 不得不说啊 大家看香港鸿生指数 香港鸿生指数啊 今年以来 现在跌幅是14.29 再看一下 我们保导台湾的指数 台湾指数在今年以来涨幅是23.35% 那为什么香港指数是下跌了接近45个点 台湾能够上涨23个点 你以为香港的经济没有台湾经济好吗 大家觉得是还是不是 肯定不是对吧 为什么香港会跌那么多 台湾会涨那么多 说白了就是我们的香港 它很多企业 它很多的一个公司 包括他们交易所 跟我们的A股是有关联的 比如说深港通 护港通 比如说A股 AH股 对不对 很多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一个关联线非常大的 有些在A股上市 有些在港股上市 对吧 还有北上资金 南上资金 对吧 我们的深港通 护股通 这些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但是我们台湾的 宝岛的这些 跟我们内地的上证指数 增交所的指数 我们也特别大的一个区别 包括我们上市公司 关联线也不高 所以它能够跟随全球市场的 这个步伐迎来上涨 说白了 我们的港股 也是被我们的大I给拖累了 它就是我们的难生难地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刚才的视频当中 我就跟大家讲过 我们的RPO是重要的症结之一 在回想到前段时间 什么时间 就是在今年以来 全球市场有几个大的投资公司 几个大的基金 退出了我们的中国股市 前面有一个贝埃德 大家都知道 全球最大的资管机构 还有后面有一个什么 新丰领行 新丰领行的话 是全球第二的 全球第一第二的资管机构 基金 几乎都是大亏 出局 在中国这个市场 全部是大亏跑路了 大亏跑路了 赶紧讨了 那为什么 全球最大的基金公司 在中国市场就赚不到钱 在其他市场就赚不到钱 对吧 什么语言导致 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 他们可能是水土不服 我说水土不服 是什么意思 原用 原用 贝莱德高管的一句话 其实我还是很看好 中国的股市的 还是很看好 中国的股票的 但是当我发现这个票具备低点的时候 你说这个票到低点的时候 具备价值的时候 我大量买入的时候 就会发现有什么 源源不断的股票在抛出 源源不断的股票在什么 在拉跌 你根本就是买不完 然后最后一看是什么 原来是大股东 大股东 通过转融通 把他这个受限股给抛出来了 这就不得不说 我们A股 接下来为什么长不起来 一个另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我们的转融通做空 这个是大家最为老火的 这种时间 对吧 本来这个限售股 比如说战略配售的话 是一年的一个限售 对吧 一年限售 好 上市公司的大股东 IPO 一般是三年的限售 不管你是一年好 三年好 那么你是建设限售股 你就不能动的 你就不能卖出的 对不对 但是转融通制度出来以后 他可以通过转融通 把股票抛出来 还没等到解禁期 他股票已经抛掉了 在高位抛掉了 他已经套现走人了 这个你找谁说理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就得归根于他了 谁 可能大家应该知道 前段时间炒得沸沸扬扬的一个票 如果老股民 或者说是一些技术面 比较好的 人家应该知道 前段时间炒得沸沸扬扬的一个票 是他 经地股份 是吧 经地股份在上市的第一天 应该出现大量的卖盘 大量的抛盘 很多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结果后面爆出了一个农古榜数据 结果发现什么 是因为员工持股计划的一个资管 通过转融通 全部借给券商公司 那么券商公司又借给这些大户 借给这些什么融资的 融券的一些资金 在这里高位砸盘 导致了这个市场 出现一波快速发现 大股东也是说这些 呃 限售的一些资 一些股份 通过高位出逃了 以后到时候再低位再买进就可以了 所以说啊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乌语啊 乌语啊 这里毫无疑问就是一种纯粹的割据 你既然是这个既然是什么配售的 你既然是什么限售的 你就不应该让他动啊 所以这个事爆出来以后 我们A股市场一品哀嚎 古民是愈以心在道 啊 随着这个事爆发以后 高层啊 给了一个什么 给了一个明确杂户啊 就是后面啊 限制了这些是吧 杖药配售的不能不能再这样做了 但是呢 大股东 大股东啊 尤其是一些上市公司的股东 他仍然可以通过是吧 抛券杂法 并没有把他把这个转融通 给他堵死 你是不是给他什么 你是不是给他做了一个限制 既然是限制 他就有方法逃避 对吧 就有方法 是吗 再继续的做这个事件 除非你一刀把它切了 直接关掉了 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啊 这也是为什么重大时间A股 也是涨不起来的一个原因之一啊 还有就是今年以来 我们的股市啊 我们的股市 就是 什么 与 外资做空有很大的关系 外资做空的原理 其实大家都明白 这段时间我一直想到大家 外资为什么做空我们的股市 很简单 他可以通过股市 期货市场 期权市场 开空单 你要做空我们的股市 达到赚钱的目的 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一个可能跟金融战有关系 另一个其实跟这个什么 跟利益有关系 既然做空能够赚钱 那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做 去做多呢 对不对 这个私利不讨好 其实外资做空中国股市的这个策略很简单 压制大群 什么意思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段时间以来 大家看一下 银行股出现连续跳水杀电的一个原因 银行股在这里不断跳水不断杀 那为什么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恶意的做空 压低银行 你看做空我们的大金融 大金融一跌了 我们股市不是跌了吗 对不对 包括我们的保险股也是这种策略 大家看一下保险什么时候也是这种策略 一路走低 一路撒跌 联想到外媒在前期报道一个新闻 报道一些小作文 说我们的中国平安怎么样 说我们中国人寿怎么样 说白了 他爆出这些小作文 只有一个目的 是吧 制造利空 制造这个事件 达到做空的目的 所以你看我们的保险 在这段时间是不是也撒跌了 那么保险一做空 保险一跌 那影响银行 影响证券 导致这个市场 也是出现一个什么 一个撒跌 包括我们证券在近期也是表现不太好 但是我想告诉你 证券主要是什么 它有个预期站 什么预期 重组 是吧 所以很多资金 他不太敢 不太敢去下手做空这个证券 所以他把这个重心放在保险 放在这个银行上面 因为你做空证券的话 是吧 你去大量去做空了 万一证券来个 来个伙伴消息 哎呀 某两家公司停牌了 我也重组了 那你想想 你做这做空证券可能会损失非常大 但是银行和保险目前就没有这么预期 所以你看银行创新低了 保险调整也创新低了 就是这么回事 这是大家自己要明白 要知道的一个事 通过这些方方面面 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可以看出 我们的指数 我们的A管想要上涨 确实是很难的 所以 我们的高层想要活跃资本市场 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 那在周五 你会发现实在实在没有办法了 那只留一条路 我们的什么国家队入场 国家队入场 然后在这里拉起来 其实这个源于午后的一个信息 什么意思 就是国有资本买入了一些ETF 那这ETF什么意思 然后其实每个板块几乎都有ETF 我在前期跟大家讲过这个事 但实在不知道 去搜一下板块指数里面的ETF 什么叫宽基指数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去留意一下 但综合当下的一个盘面来说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 不管你是外资也好 你是什么内资也好 还是什么 其他的一些资金也好 他们在做空中国股市的 什么动能越来越弱了 所以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指数有点点压不住了 超点反常一触其方 另外一个随着刚才讲的这些问题 全都爆出来以后 我们的高层 后期可能会有一些动作 会有一些措施 所以我们需要相信高层 相信高层 相信这个什么 相信这个政府 这个位置 如果你再去做空 再去割入的话 我觉得是很不靠谱的 大家觉得好 好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 咱们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我们下期待